歡迎來到Board & Cut Games的教學 我們現在繼續DRACO的遊戲教學 這部分會說遊戲的 什麼Endgame和流程 遊戲怎麼會完結呢 有三個條件 只要達成其中一個條件 那就玩完了 第一個條件就是 飛龍、龍仔、避殺 不簡單 避殺即是玩具雅雪 它在波子上被人填滿了這些指示物的Token 第二個 或者是矮人這三個人避殺 即是這些洞洞被人填滿了 第三個條件就是 當矮人FUDET 這級別都用完了 即是說連十個條件都不散 而飛龍仍在山的話 飛龍贏了 OK 遊戲即將可以開始 遊戲是輪流回合 即是飛龍結束 飛龍結束 每個回合 每個玩家都會有兩個行動力 對 那 我們先開始 第一個回合 就是飛龍開始 由於飛龍開始先 這樣的緣故 所以他在第一個回合的時候 他只可以只有一個行動力 所以回到他的回合 就會變成兩個行動力 好 剛才說我剛才有兩個行動力 行動力 可以做什麼行動呢 好 以後有兩樣東西給他選擇 這兩樣東西都要割佔一個行動力 好 第一個 可以選擇的就是 在手牌上 可以選擇兩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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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 這東西會消耗一個行動力 好 那就 記住 我們有手牌的上限 就是六張 如果你在手上 你超過六張的時候 手牌 就要立刻棄牌 棄牌 變回六張 好 第二個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 抽一張卡 在手牌上面 好 出一張卡 當然是 你會消耗一個行動力 好 那你出卡 你會出了什麼卡 以及你會摸什麼卡 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好 首先是飛龍哥 好 龍哥 會有什麼卡 你會出現到呢 好 這個先 好 這個 你看到一對翼 就是飛行 很簡單 就是 龍哥的模型 可以飛行到任何一格 好 說完 好了 第二個 這個 這個 有個牙 這個 就有攻擊 阿龍哥去咬人 好了 那你 你的攻擊力 是有多強呢 那就是 這個 我們看看 你的攻擊力 你可以咬 給你幾個傷害 去到 給別人 對 那 就 那 我可以咬到 那個 距離一 那個 矮人 就是 對手 好了 那 之後呢 或者用火球 對 火球 就是這裡 火球 就是 你可以 直線 直線 直線攻擊 矮人 假設 龍哥在那裡 那 這麼不幸 三個 矮人都連成一線 就 有一招 去到 攻擊他們 對 那 這個 每個矮人都要扣一架 即是受一個 傷害的指示 好 就是這樣 如果 它沒有距離 只要你是直線的話 就OK 先解決 好了 之後呢 之後呢 有一個叫做 防守 這個 這個 這個防守的標誌 那是什麼呢 防守的標誌 就是 當你受到攻擊的時候 你就會去到 這張卡 你可以封鎖了 別人的攻擊 這個呢 是 別人的攻擊 才會使用的 所以這張卡 不是在行動力那裡扣的 好了 還有一張卡 最簡單的就是這個 龍爪 龍爪 旁邊有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 就是告訴你 你會 可以走幾步 例如你看到這個龍爪 是容易的 話說你就可以 阿龍哥就可以走兩步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就是阿龍哥的褲子 你會摸到的東西 好了 然後到矮人族 矮人族就會多些東西 好了 很快跟大家說 這個 一隻腳板 是的 下面有個盾 其實剛剛阿龍哥 也有些什麼知識 是的 你叫一張卡上 有兩個 這樣的 icon 就告訴你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去做的 不是做完 好了 這個也是 它有一個 一隻腳板 旁邊有一個 數字 告訴你 你可以控制一個矮人 去走兩步 是的 這個 兩隻腳板 寫一個一字 告訴你 你可以控制兩個矮人 走一步 是的 這個斧頭就是攻擊 攻擊那個 就是傷害的數字 好了 然後到這個 有兩個斧頭 旁邊的數字 告訴你 你可以控制兩個矮人 去攻擊 對 就是這樣的 對 傷害也是幾分計 的數字 好了 譬如好像這些 有兩個都是 譬如兩隻腳板 一 這張卡 你可以控制兩個矮人 走一步 或者你當一張卡 防守用途 好 特別一點 這個 要注意 有個弓的 有把箭 這個就是 當你出這張卡的時候 工佬拿弓的矮人 這個 它就可以直線 無限距離射到一條龍 對 但是 必要的條件是 它中間沒有矮人去擋自己 真的不會射自己 有 好了 這個 你可以看到有個網 這個網 就是 去到被 用網的矮人 用的 當然 出這張卡的時候 它是沒有距離的 那就可以立即去到 網上跳龍 那你網上跳龍 那時候 會怎樣算好呢 首先我們會去到 拿一塊的 成網的指示物 就去到 放 對 對 那代表它被人不安住 那網上跳龍 怎樣算好呢 那網上跳龍 那它不可以移動 以及飛行 真的不可以移動 那怎樣才可以 解了這個網呢 就是 它必須要犧牲 整整的回合 不做行動呢 那它就可以去到 下一個回合 就會恢復 好了 好 那剛剛的指示 在上面的東西 基本上是差不多 跟大家說完 好了 那就 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剛剛說過了 那如果飛龍被人打的時候 他一開始 那個矮人 應該這麼說 指示物 必須要放在上面頭那四格 傷害指示 好 那當這四格填滿了的時候 那如果飛龍再被人攻擊的時候 那矮人呢 他又可以選擇 將你的指示物 帶在哪裏 這個 這個或者這個 對 那當一個這樣的區域 被人填滿了 譬如這個這樣的譯 這個這樣的區域 被人填滿了 被指示物填滿了 傷害指示物 那這一點呢 就是代表呢 他不可以再用這個功能 即這張牌是用不了的 就是他不可以再飛行了 好了 或者 可能這個 火球被人填滿了 就是告訴你 不要用火球 那這個龍爪被人填滿了 那就是告訴別人 他不可以移動了 就是這樣而已 那全部填滿了 他就誤了 好了 那我們疑似者 去到 涼流大家的壺頭 是的 那就 有個漏了說的 就是 這個 有個眼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個眼 就特別是 這個 這個 拿褲頭這個 你看到有一個圖示 那當 在 他用眼的時候 對 那就告訴你 他那個回合 他用一次的成縮遊戲 那在這個回合間 他不管是有兩個行動力 那他現在就有三個行動力 就不簡單而已 好 於是者 就抽抽抽抽抽抽 圍打 好 看哪邊贏 對 就這麼簡單而已 Jekko的遊戲教學 就到這裡